中国的华为在8月底无预警了 发布了新手机Mate60 Pro 没有星期发表会也没有任何宣传 但是在网络上一上架就被秒杀 实体店面也出现了抢购人潮 华为官网只说Mate60 Pro 是全球第一支有卫星通话功能的智慧型手机 至于手机搭载处理器晶片制造商 是4G还是5G等关键资讯通通都没有 大家好奇了要命 这时候彭博社就委托了 加拿大的半导体研究公司Tech Insights 拆解了Mate60 Pro 结果发现手机搭载的海斯麒麟9000S晶片 由中芯国际生产 有接近7nm制程的晶片效能 懂得半导体的马上就跳起来了 要知道过去两年多来 美国寄出一连串禁令 限制中国从海外取得高阶晶片 及晶片的生产机器 重创华为手机 生产技术还从5G倒退回4G 如果中国制造晶片的技术 真的突破到7nm 那美国的晶片禁令 不就是一场笑话了吗 大家好我是饭吉兵 欢迎收看饭吉兵的today看世界 华为新手机使用的7nm制程晶片 大约是8年前最先进的技术 苹果2018年推出了iPhone XR 使用的就是台积电7nm制程晶片 现在最新的iPhone 14的晶片是4nm制程 马上要出的新款iPhone则可能会使用台积电刚刚成功量产的 3nm制程 既然7nm制程的晶片出来那么久了 那大家干嘛大惊小怪啊 这是因为从2019年 美国发出晶片禁令之后 中国就无法再取得10nm以下的晶片 设备跟技术也都被禁 以票高阶半导体制造商 从2020年起也停止供货给华为 Google也不再提供Android系统更新 直接就导致华为的智慧型手机试占率从2019年的17.6% 缩水到2021年的5% 虽然华为后来在Android基础上设计了鸿蒙作业系统 但硬举方面中国国产晶片却一直无法突破技术限制 2019年中芯主要还是以生产28nm制程为主 14nm制程才刚进入风险试产 到实际的量产大约还需要一年左右 而从14nm到7nm更需要3到5年 那么这一次华为手机里的7nm制程晶片又从哪里来的呢 目前主要推测有三种可能 第一 纽诗报导 晶片专家傅乐一开始推测 中芯国际是用美国禁令生效前预先储存的设备 跟通过第三方供应商买的材料拼凑出来的 但在Tech Insights拆解过后 已经确定是中芯国际的N加2制程 并非禁令生效前进来的货 第二 绕过美国的禁令进货 傅乐怀疑中芯国际可能使用原本要为其他公司代工的机器 来为华为代工晶片 2022年彭博社揭露 华为可能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 取得高阶晶片或是制作设备 当时彭博社发现中国新创公司彭欣为挖脚台湾多位资深半导体工程师 要挑战14奈米跟7奈米制程 美国国会议员也发现中国的长江船除违规向华为出货手机晶片 因此美国同一年扩大晶片禁令到所有中国的企业 禁止的项目也从10奈米以下 扩大到14奈米以下的高阶晶片及制造设备 同时还通过了晶片跟科学法案 规定接受美方补助的半导体业者 10年内不得于中国建置新厂或是扩充先进制程 但这一次Tech Insights还发现 Mate60 Pro的记忆体用了韩国SK海力式的晶片 代表华为可以绕过禁令取得海外的晶片元件 但SK海力式则强调早就没有出货给华为了 不清楚为什么华为手上会有自家的晶片 第三也是目前可能性最高的 就是中芯真的自己做出了7奈米制程的晶片 其实早在去年7月Tech Insights就发现 中芯在比特币挖矿机中的晶片 使用了7奈米的制程技术 只是当时生产规模较低 可能还存在产品良率过低的问题 要知道生产晶片必须要用到的光刻机 它就采用类似照片充印的技术 拍下来景色就是IC电路图 实影板就是胶卷 相片纸就是细晶圆 只是洗照片是把胶卷放大到相片纸 光刻机是把电路图缩小到晶圆上 这技术非常的难 目前全球只有五家公司会做光刻机 最厉害的就是荷兰的艾斯摩尔 为什么说最厉害呢 因为其他公司目前只能生产 生子外光光刻机 进行7奈米以上制程 只有艾斯摩尔开发的极子光 也就是EUV光刻机 能够制作7奈米以下的半导体 台积电当年从16奈米制程 进展到7奈米制程 大约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而且前几代7奈米制程晶片 就是使用了中研院院士林本坚 所研发的浸润式微影技术 跟多重曝光技术 成功使用DUV机台 就打造出7奈米制程 取得了全球的技术领先 美国去年扩大晶片的禁令之后 DUV跟EUV也在禁止的清单理念 荷兰政府也在今年6月跟进 不过艾斯摩尔到今年年底前 还是可以继续出货DUV给中国 因此外界认为 目前中芯可能是仿造 5年前台积电的方式 以既有的DUV机台完成7奈米制程 不过能生产跟大规模高粮率生产 是两回事 路透社就指出中芯国际7奈米制程的粮率 可能不到50% 这就让麒麟9000S的晶片出货量 只有400万颗 远低于华为出货1000万台手机的目标 因此分析师推测 华为可能会改采粮率较高的 10奈米制程晶片 低粮率会让晶片生产成本大增 专家认为即使技术受限 导致生产晶片的成本异常的高 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政府有超能力 为了要突破美国的晶片围堵 中国去年投入高达1430亿美元的补贴 今年又打算投入400亿美元的补贴 就是希望能够达到晶片自给自足 那如果这一次中芯真的实现了7奈米制程 代表美国的封锁策略失效了吗 应该不至于 富乐告诉纽石 华为新机不代表中国突破了技术封锁 只能说是美国目前的封锁策略不足 根据众议院的资料 光是2022年1月到3月间 美国商务部就批准了230亿美元的科技产品 出售给出口管制实体名山上公司 前美国的商务部官员也说 华为的进步是美国围堵政策长期存在漏洞的必然结果 需要尽快弥补这些漏洞 在新机发表之后 已经有多位国会议员 要求美国政府要加强技术出口的管制 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就表示 会进一步调查华为手机使用的晶片来源跟技术 并且再次重申 美国政府针对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 仍会继续维持小院高墙 也就是确定跟美国国安相关的核心技术跟专业领域是什么 并且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 但其他领域还是推动美中合作的 但半导体界仍是持不同的意见 专家认为华为新手机证明了美国的管制措施 反而刺激了中国企业展开合作积极的创新 这可能是中国半导体产业 在没有美国技术的情况之下 从基础重新塑造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第一步 埃斯摩尔执行长也说 孤立中国的策略短期奏效 但长期来看会导致中国变得创新力十足 反过头削弱西方国家的技术优势 回答财务长则认为 如果长期采取技术出口限制 可能会导致美国产业永久失去 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跟领先的机会 面对中美晶片战争的夹击 台积电副总经理余振华就表示 由于目前国际趋势不鼓励全球化 而是朝向本土化发展 这使得台湾半导体产业 可能会面临锻炼的风险 因为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的特色是专业分工 如果供应链被打断就很危险 因此台湾应该尽快要建立完整的本土供应链 所以今天我想要问问大家的是 你觉得美国应该要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还是应该要开放市场 避免中国未来发展出自己的技术优势呢 今天特别感谢曲博的协助审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它居然没法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NE Today的估计栏目里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分享给大家看世界 天文里竞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动 谢谢大师 我们年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